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剛特別講到說 很多人不能投美國總統的票 但是很自拍 還沒有投票資格 還在那邊還帶風向 但我們可以投什麼 我們可以投自己的總統 但是我們投票 很多人投給民進黨 是希望他能做事對不對 但我們發現 從之前的食安會報 一年沒有開 還有之前的大馬案 食安會報也一年沒有開 到底該開的會不開 通通都說防疫 但其實跟防疫看起來 沒有什麼相關 連政會議也沒有開 連政會議也沒有開 為什麼會找到連政會議 最近行政院被說 你們自己網軍原來在行政院裡面 因為他們小編怎麼樣 製作梗圖來罵國民黨 結果這個連政會議 搞了半天被說 竟然也都沒有開 這個質詢的畫面 帶你一起來看看 請問上次中央連政委員會 開會是什麼時候 你還要看 你如果開過你應該要知道 你剛剛都知道 部長開的不是我開 你問我這個問題 這是部長開的 你不是說部長開的嗎 來 10月17號下午2點 10月17號下午2點 是由陳其邁代理院長開 初列席人員 蔡壁仲代理蔡清祥 你說你們的治安會報都有開 是真的嗎 我們治安會報在去年開 因為這幾次有 是你是議長 因為 你剛剛講說應該都有開 因為 我聽得很清楚 我只是要再確認一次 我跟委員報告說 上一次開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開治安會報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行政院召開 我不太記得 我這邊手頭 你怎麼不太記得 部長 你擔任部長不是一天兩天 因為每一個縣市 是一個月都會開 我現在不是跟你扯縣市 部長 我們不要亂扯 行政院治安會報的實施要點 裡面寫得很清楚 本會報 每兩個月要召開一次會議 會議應該是由召集人 召集人是誰 你知道嗎 治安會報基本上 他召集人有法務部來 跟那個秘書長這邊來負責 部長 部長 部長你確定你講的 我來跟你講一下 行政院治安會報的召集人叫院長 副召集人叫副院長 執行長是誰 執行長是 執行長 執行長 You就是你 好我們剛剛看到了 就是這一段質詢的畫面 其實你看 官員是不是記性都不太好了 兩個喔 有沒有開會都不知道嗎 治安會報啦 對 還有呢這個有關於 連政會議都沒開 還有內政部長徐國勇 好像記性也不是很好 兩個都不好 那你看剛剛其實呢 我們在畫面當中有看到 國民黨立法委員江啟臣就問 法務部的政次蔡壁仲 就問他說 連政會報你什麼時候開啊 然後他一開始的時候他說 是問我嗎 他也不知道是他啊 他問你是問誰啊 這跟徐國勇很像喔 該問他的時候他認了三秒 這個蔡壁仲也是 他是問我嗎 就是You啦 就是你啦 然後呢 然後他說這是部長開的會啊 這個下來啊 部長開的會還問我這個問題喔 結果呢 來啊來你看 江啟臣馬上就打臉他了 就是在民國108年的10月17號 你看日期清清楚楚 出席的人員也清清楚楚 就是蔡壁仲 你是代理部長的身份 是你在開就是你 就是你啦 兩個就是你啦 一個是他還有之前的徐國勇 該開會都不開會 所以啊 所以如果連官員連會有沒有開 是不是自己去開都搞不清楚的話 那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佑正 台灣就是一個打嘴炮的國家 因為台灣打嘴炮很多人相信 在美國打嘴炮不一樣喔 你知道剛剛有個新的消息 是川普不是在白宮發表演說嗎 結果立刻被三大廣播公司斷訊 包含ABC 還有什麼 我看看 ABC CBS 主要NBC CBS還有NBC 這個美國廣播公司 還有哥倫比亞 還有全國廣播公司 全部 直接川普斷訊 欸他又在打嘴炮了 快快切掉他的訊號 切斷 所以我就說好險喔 美國沒有NCC 沒有川普第一 讓我來去看 第一個被關台就川普啊 從此這個美國總統 再也不能在公眾面前講話 因為都在騙人 都在騙人 好不好 所以美國打嘴炮沒關係 但台灣打嘴炮可以啊 越會打嘴炮官位越高 比如說剛剛葉元芝就打嘴炮啊 他說 我說他上廁所 那如果我自己也去上廁所 我就要跟他道歉 可以 如果我一個錄影上三次廁所 我就跟他道歉 問題是我一個錄影可能上一次啊 可能他上三次啊 這是不是嘴炮 這就是打嘴炮 所以我說台灣從上到下 政治人物都在打嘴炮 他是不是打嘴炮 是啊 我站在那邊 然後委員問完以後 問我嗎 問我嗎 就像我現在在那邊跟教員講話 然後教員講完以後說 你覺得 我說問我嗎 那你還要領通告費嗎 他不然問誰 當然也是問你 沒問誰 然後剛剛影片裡面都看到了啦 他的傲慢 他的嘴臉 清清楚楚 談到他不想談的 就避重就輕 如果他自己心裡有鬼的 就是這個樣子 跟人家嗆聲啦 對槓啦 完全沒在怕 你要是喔 法務部嘛 你要是對 對待那些犯罪的人 有這麼一點點 跟國民黨立委吵架的GOTS 我就歐蜜豆腐 就天佑台灣了啦 沒有嘛 判死也不敢判 什麼事都不敢做 整天只敢在那邊 虎假虎威 要舞陽威 就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官員 打嘴炮之外 還是打嘴炮 打不了嘴炮 我就脫外套 馮世寬 他就脫外套 這就是台灣現在面臨的近況 這個我剛剛也都說過了 那再往前看 你看那個叫做 吳思瑤的委員 這不是打嘴炮 不然什麼是打嘴炮 也是打嘴炮啊 各位 什麼叫做炒作出來 什麼東西可以被炒作出來 考考你們 什麼東西 不存在的東西 才可以被炒作出來 所以當你告訴我 對萊克多巴胺的恐懼 是被炒作出來的時候 我想請問 吳思瑤委員 在你心中 萊克多巴胺是沒有毒的 是不會毀害人體的 是吃再多都無所謂的嗎 不然何謂恐懼是被炒作出來的 沒有的東西才可以炒作出來 如果它是既定存在 而且有研究報告顯示 美國甚至還有人吃了以後生病 還在打官司的 你怎麼可以告訴我 它是炒作出來的呢 怎麼可以呢 這完全都是不及格的民意代表啊 如果我退一萬步 你要告訴我說 對 炒作出來的 好 是 你說的對 炒作出來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誰炒作出來的 你早在2012年就炒作出來了 是你民進黨 讓全台灣人覺得 萊克多巴胺有點可怕 吃了可能會怎樣又怎樣 不是嗎 所以當你現在說是炒作出來的 第一個 你可能沒有知識 因為不存在的才可以炒作 既然萊克多巴胺是國際公認 100多個國家是不能進口 不能使用的添加物 你怎麼可以告訴我 它是被炒作出來的呢 這第一個 第二 我就說它是被炒作出來的 那也是你民進黨炒作出來的 不是嗎 所以我從頭到尾講的都沒有錯 今天一開始我就告訴你 現在台灣 就是打嘴炮 嘴炮打得越好 你的流量越高 你的收視越好 你的官位越高 你越得高層的賞識跟信任 現在的官員 或者甚至很多的民意代表 有沒有在忙著在打嘴炮 大家其實 自己心裡面各有 對 各有一把尺 大家其實都心裡有數 可是那我們就在好奇 如果你今天該開的會 你沒有開這個會議 你可以讓它停擺 但是有的事情絕對不能停 什麼呢 像這個 從來沒停過吧 大家在看什麼 小編好忙啊 小編在忙什麼呢 有媒體啊 就抓包了 說行政院的小編居然在立法院做梗圖耶 結果呢 被抓包了 好 當然呢 他們也有拍到 到底是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圖 結果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這個是在立法院裡面做圖 行政院的小編在做 那這個小編要做是做給誰呢 是做給民進黨的吧 對 做給誰 那大家來看 你看看誰在那裡趕快轉發 這個時間都對得起來了 有這個 焦糖哥哥了 焦糖哥哥10點52分 結果做的這個圖就是一樣嘛 它轉發過去嘛 再來這個是11點02分 很近喔 對 這個呢 一樣也是 也馬上分享出去了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媒體啦 也是一個粉專啦 粉專 我是台灣人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啦 反正就是一個粉專 再來王浩宇 他的這個臉書上面也來轉po 這是11點22分 10點52分 11點02分 11點22分 發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我先補充一下 這個是在講說 就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沒有辦法去立法院報告 藍尾有一些杯葛的狀況 結果你看下面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立法院的下面 他在二樓這個地方做梗圖 因為他在等他老闆 沒有辦法去備詢嘛 結果就被發現說 他做了這梗圖在罵國民黨 你們浪費錢 納稅人的錢 因為你有什麼900多萬 他就罵他 結果沒想到這個梗圖 就被剛剛玉琴講了 這些這些這些 通通都這樣 中央廚房這樣發過去 來來來請教一下這個 政委員 這個所以呢 有人就在質疑了 就在質疑說 第一 你這個是行政院的小編 在忙著幫忙做梗圖 是在幫綠營 是在幫民進黨服務嗎 那如果是你們國民黨 要服務的話 不知道行政院小編 會不會願意啦 那再來就是 他這樣子廣發出去 那是不是算是一個 中央廚房在統一發包呢 OK喔 我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跟我們 非常直接的相關 因為他都在我們 立法院的二樓 坦白說那個部分 大部分是給媒體 在那邊採訪錄影的 或者是有民眾到那邊去 行政院的幕僚 一般事實上都在後面 不會在那個位置 所以在那邊 現在其實反而 他們在那邊做梗圖的時候 反而被別的媒體拍到 別的媒體也大驚試射 把他當新聞爆出來 所以這事情才爆料 那麼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完全違反了很多的法律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他們怎麼能夠不行政中立 而且在上班的時間 在做梗圖給特定的政黨 他已經違反了刑法130條 甚至違反貪污智慧條例第六條 我們今天立法院黨團 已經去控告了蘇貞昌 跟行政院發言人 因為他們竟然縱容 這樣子的行政院的小編 在立法院裡面 在做梗圖 在攻擊媒體 攻擊在野黨 孰可忍孰不可忍 台灣的民主如果發展到這個狀態 由小編來治國 把行政院當作網軍的總部 我覺得台灣 還能夠有什麼樣子的未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小編 做這樣的梗圖 我覺得他們都沒有去反省 為什麼在野黨 持續七次 杯革讓蘇貞昌上台做施政報告 就是因為大家對於 萊豬明年1月1號要進口這個政策 有太大的不滿意 坦白說目前全國有超過七成的民眾 都表達反對萊豬進口台灣 可是執政黨完全不理 政策不理之外的時候 對於如果萊豬進口到台灣 到底要怎麼管理 他也完全採取一個放縱的態度 對我們來說是放縱的 為什麼 他不做源頭管理 他沒有溯源管理 沒有從海關國門就開始管理 哪些豬肉是有萊克多巴胺的 哪些豬肉是沒有萊克多巴胺的 跟大家報告 不是所有美國豬肉都有萊克多巴胺 美國只有兩層的豬肉 有含萊克多巴胺 對 那為什麼我們就要去吃這兩層的豬肉 我們不能夠去吃沒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政府也完全不講清楚 那麼當溯源沒有管理的時候 當他進到台灣的市場來的時候 你知道 有些人在提出一個報告 他是說 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跟我們在地的豬肉 國產豬 大概有三到四成的價差 有些重視品牌形象跟價值的廠商 他也許能夠一直堅持用國產豬 可是如果有一些小攤商 或者是他們覺得 10%的毛利就是對他們是很大的 40%的成本的原料 30%的成本原料 會不會讓他們去用萊豬 我們不曉得 可是你發現 如果說我們沒有源頭管理 市場上有多少 你們在吃肉製品 豬肉製品的時候 你們會去特別注意到 這個肉從哪裡來嗎 這個肉有沒有含萊克多巴胺 我們只要求進來的豬肉 如果有含萊克多巴胺有一個標示 連這樣子最起碼的要求 讓老百姓能夠去選擇 他要吃什麼豬肉的要求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都不給 這個東西就很像 今天在現場看到了有很多人 拿著反觀台挺中天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在看萊豬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 現在的政府不只不讓我們去選擇 能不能吃有萊豬的枝肉 他也不讓我們去選擇 我們到底要接受怎麼樣子的媒體新聞 我們要去選擇怎麼樣子的內容 他要控制我們看到的新聞內容 他要控制我們看到的所有的新聞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會讓台灣的民主嚴重的倒退 民主很大的一個價值是 我們有選擇的自由 現在如果說我們像萊豬一樣 不能夠選擇 那我們連新聞的選擇都沒有的時候 那台灣的民主怎麼可能會有未來 謝謝